三星温UR2.1的用户现在就可以抢先体验到温UR2.5的功能 这次体验其实是温UR2.1的三星相册自带的实验功能 隐藏的比较深 首先进入设置 拉到底找到关于相册 然后连续点击版本号 看到英文不要停继续连按 然后就看到enabled 这就说明已经打开实验室模式了 先不要着急进去设置 先来看一下温UR2.5相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们先来找到一段视频 可以看到点击这个视频之后 还需要再点击一次播放视频才能播报 这个设置亮哥其实不太喜欢 感觉多此一举 好 那我们进入实验室模式看看 回到设置 可以看到在最下面多了一条Labs 进入后点击开 下面这四个设置就是温UR2.5的一些新功能了 亮哥测试了一下 只有第一个功能还是不错的 其他的意义不大 好 我们回到相册找到之前的视频 现在只要点击一次就直接播放了 而且是静音播放 需要点击右下角的静音按钮再来开启声音 亮哥觉得这个功能相当不错 对于用手机拍Vlog的朋友觉得是个福音 如果需要关闭实验室模式 先进入 把温UR2.5的设置全部关闭之后再关掉实验室 虽然这次温UI的改变不大 但是修修补补又一年 三星你什么时候把摄像功能好好地修补一下 关注亮哥带你了解更多数码冷知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